好,我们来到第三部分的部分 我们讲到关于影响顾客忠诚度的因素 有什么因素会影响顾客忠诚度呢 首先,其实强调 如果顾客对你的产品有很高的忠诚度的时候 暗示他继续持续干顾你的企业 也会对你的企业能够带来长远的利益 但问题是,有什么因素能够影响顾客忠诚度 也能够令到他对你很安心 对你的产品很专一的话 其实呢,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研究课题 其实到今天,很多的记录 都是在研究这件事 我们这里只是将一些很本身 很本质上的东西去告诉你 但其实呢,如果你有兴趣去阅读的时候 其实很简单,你就上网去打这个叫做客户财富 你只在Google里面搜索,已经有很多很多的资料 我觉得你也是很值得去分享和看一看的 这个也是我最近研究的一个范畴之一 好,那我们看看顾客的忠诚度 其实有几样东西 第一件事就是顾客会满意你的产品 如果满意你的产品的时候 自然他满意了,他自然会去买你的产品 继续买你的产品就是会有忠诚度 另一方面就是,他对你的感觉是怎样 你给了别人,如果你明白 有时候是这样的,我买你的产品 结果我买完你的产品之后 我跟别人说我买你的产品 然后有人跟你说,那你也买的? 那你也买的? 那那个人就开始有些动摇了 虽然他可能觉得用你的产品不错 但觉得不够帅气,这是一个问题 例如用电话这样 有一段时间,其实Lokia很棒 但某一段时间Lokia因为太棒的缘故 所以造成了后面的问题就是什么呢? 人们觉得Lokia只是停留在电话那一刻 其实就不是智能电话 所以去到智能电话流行的时候 Lokia就失势了 其实因为别人觉得你用Lokia 就是那些阿伯才要用Lokia 因为Lokia是用来玩吃蛇的 最经典游戏就是吃蛇 所以因为它以前的太经典 而导致到今天的失败 其实有什么方法改善呢? 就像Samsung那样,改名就可以了 其实改名是一个好的方法 但问题是当日的Lokia又做不到 或者他打算去改名的 但他又不知为何 在改了一个牌子叫Lumia 之后又继续用Lokia的名字 那这个就是他失败的地方 好了,更加重要的地方就是 可否与顾客沟通呢? 其实有时他不满,你能够了解之后 他对你的产品的忠诚度是能够提升的 如果当他有不满的时候 你怎么处理他的投诉呢? 是不是就是说 现在我们会关注这个需要呢? 那就算数了 会否有些补偿呢? 甚至乎是否真的能够 将他的意见反映在你的产品身上呢? 这也是一个重要的因素 影响到顾客 他们的产品是否有一个高的忠诚度的话 好了,那我们说 有什么策略可以做得到呢? 其实很简单 我们去做一些策略的时候 就是刚才关注到刚才那几点 是不是?我们说到 如果你能够关注到这四点的时候 就能够令到你那个顾客 对你的产品的满意程度 或者对你的产品的感觉 非常之理想 或者非常之正面的时候 你也能够跟他们有好好的沟通 他知道有方法 可以将他自己的不满 或者甚至他自己的意见 能够宣传出来的时候 其实在这个过程里面 都是能够解决到这个问题 是不是?